在金澤站發現了這一個奇怪的東西 地下駐輪場 誒他的翻譯太爛了吧 地下停車場 讓我們開車下去好了 他應該這個 翻譯中文的應該是Google 這是給腳踏車用的 誒旁邊這個是用鉛 可以用鉛的 對啊 可以用鉛的 嚴格來講你要騎的下去好像也不是不行 這有點微 有點抖 地下駐輪場出入口 進來之後發現裡面好多腳踏車 而且他是腳踏車架 對 車架 而且他有點小 對 確實有點小 好像就只有這一排而已 看起來只有一排 對 繼續往前走 好 這個 不是 他是平面的 不是立體的 台大 台大 沒有 比較像台大的是那個 富山站前面那一個 哦 哦 對 我們前天在富山站忘記拍了 其實這邊也講錯了啦 有雙層腳踏車架的是浮井車站 而且位置就在鐵路高架橋的下方 嚴格來講應該是月台的正下方 只不過要搭車的話 還是得要走到車站大門就是了 既然有良好雨遮的設計 應該也可以相對避免零件損壞 以前還在台大的時候 捷運站旁邊就有一整排的雙層腳踏車架 等到我入學的時候 上層的架子 根本就很難抽出來放到地上 可能是生鏽或沒什麼在上誘之類的 總之後來也沒什麼人停在上排的車架 畢業沒多久就被拆掉了 考量到台灣本來就常常在下雨 理想一點應該是腳踏車停車場 甚至是機車停車場 都該有個比較能避雨的雨遮 當然能像金澤車站這樣做成地下的可能更好 這裡有95%的人有鎖車 OK 所以你們來找另外5% 良心警告 這裡才沒有鎖 我發現這邊好密喔 果然是台大前面 台大有個定理叫做腳踏車稠密性定理 稠密性定理 對 就是跟數學的稠密性相 數學不是有理數會有稠密性 它指的就是說 比方說在1跟2之間 你可以插入一個數字叫1.5 在1跟1.5中間還可以插入一個數字叫1.25 對對對 就是稠密性 就是1跟2之間有無限的數 對對對 啊腳踏車 台大的腳踏車稠密性定理就是 腳踏車跟腳踏車中間 一定可以再塞 一定可以再塞 我以為你要說什麼腳踏車浮屁的定律 當你幹走一台腳踏車 那就會有別人再幹走一台腳踏車 其實 呃 我有聽過偷鞋浮屁的定律 但是我沒有聽過腳踏車 其實嚴格來講 所以你要跟左邊這樣一起看嗎 因為它5月10號就進來了 對 沒有都是5月17號天 喔 一個是告訴你說 就提醒你 你一次之後最後給你7天 然後這張是剛剛說你平常過7天 反正就是 反正它可能就是一個禮拜會固定進來一次 對 我們看到有人剛進來提 就是它可能固定一個禮拜進來巡一次 然後等它過一個禮拜之後 等它過一個禮拜之後把它 它這支車盤 它這支車盤很好 喔對 我這裡找到這支車盤 欸真的很小欸 到底這邊沒了 對啊 喔 不過還沒方便啦 因為左邊 左邊出去就是車站 對啊 腳踏車 左邊出來 就是車站 車站的地下連通道 這邊有地圖 喔可以 它有地下到東門 到這裡 到第一個路口 對啊 然後我們剛才是從這邊進來 到這邊下來 我們進來 然後它的停車場 是從這一段 一路到這一段 剛好在這個下方 對啊不大啦 然後從這邊過來 就會到車站 車站 對 看看哪天 台北車站前面 看能不能有一個 同樣的東西 如果要鼓勵大家 使用低碳運具的話 周邊配套措施要有啊 相較於臨近的富山 路面電車不只保留到今天 乘車的位置 甚至還從原本的車站前方 拉到車站站體裡面 提供更好的轉身品質 金澤作為北路最大的城市 卻反而是唯一 把路面電車完全拆除的 限艇所在地 導致公車扮演的角色 相當吃重 車站前方的公車轉運站 規模也就相當的大 而且金澤本身還有著 殲六園 茶屋街等等著名的景點 觀光客也是相當的多 因此即便有了這個 環形的公車轉運站 但是對觀光客來說 可能同一個景點 就有很多不同的路線可以搭 又分散在不同月台的話 資訊查走就非常的困難 所以在金澤車站 大門一出來的地方 就設置了這個動態資訊板 除了每天都會開行 15分鐘一搬車的周遊公車之外 另外列了6個熱門觀光景點的資訊 顯示其他同樣可以抵達這些地點的公車路線 跟乘車位置 重點是還有發車時刻的資訊 讓乘客可以直接看到哪台公車最快發出 不用再一條路線一條路線慢慢查找 下車的站牌也列在這個資訊板上 避免站牌的名稱跟景點不同 導致乘客不知道要在哪邊下車的狀況 這些都是看似微小 但是可以大幅降低大眾運輸利用障礙的設計 另外一個在北陸地區看到的不錯的公車轉運站 則是在高崗 熱台是設計成平行式 香港則是叫做車坑 其實就很像是板橋的公車轉運站 也可以說是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提議的台北車站公車轉運站 就是採用這樣的方式來做規劃的 當時也很感謝徐蘇華跟戰委員兩位議員 很快的就對台北市交通局提出質詢 然而可能是因為當時議員要求一個月內提出檢討報告 在時間不足的狀況下 交通局的回復相當慘烈 甚至還有我們當時計算錯誤的地方 報告裡面直接複製貼上 因此後來在7月的時候 又由張委員趙以翔、陳佑誠三位議員開了公聽會 交通局最後則是承諾會編列預算 明年委外給顧問公司來進行更詳細的評估 會有這段哆啦A夢列車的片段 其實也是想說便捷的大眾運輸 不只對於在地居民有利而已 還可以進一步促進觀光 5月到訪北路的時候 靠著一張JR Pass 不只有搭新幹線跟載來線火車 還做了比較地方型的鐵路 像是這條萬葉線 就是因為所在地高崗 正好是哆啦A夢的作者 藤子F不二雄的故鄉 我們除了完整大碗整條線之外 後來還去了另一個也用著藤子F不二雄筆名 也就是忍者哈特利作者的故鄉冰箭 當然也是因為那邊在來線火車有道 還順便去慈激了一下地方經濟 冰箭魚港的生魚洞 這一盤看一下要有公勝 然後還附贈這個日本版砂鍋魚頭 不過在一些真的很鄉下的地方 要讓大家方便搭車 私家車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 像是北路新幹線的月前五升站 就反而是跟公路休息站去做整合 設置一個超級大的轉乘停車場 不然對於住在郊外的人來說 要搭車卻沒地方停車的話 那還不如就乾脆直接把車子開到目的地算了 順便說個題外話 這個月前五升站的站體建築 以及停車場的車位設計 真的超適合拿來拍車子廣告的 可惜來的時候光線不對 重點是我們根本沒註冊啊 好 剛才不是有人說不用叉子吃嗎 這個是夠夠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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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據說是金澤起家的咖哩店 然後他說 我剛才在菜單上面 看到呢 他裡面有寫一條說 用叉子吃咖哩是金澤的特色 所以說呢 我們這邊完全沒有附任何的湯匙 或者是筷子之類的 非常的特別 然後我點的這一份是什麼 雞豬混合 所以這是豬排 然後這邊是雞排 這個是 你的優良 你的優良排 對 所以我們有比你多這個 這壁櫃啊 喔 這個是尖六咖哩 那個 金澤的 古蹟 尖六元的尖六 士林冠底 士林冠底 OK 好 不行 你講士林冠底到時候會有人抗議 至於是哪一邊抗議就不好說了 那個 軍閥的冠底 軍閥的冠底 沒有問題啊 OK OK 好 你自己解釋 拜拜